大家好,我是Seddy 你知道吗? 我们住家的水贡 都是由各州的水贡公司负责供应的 为了供应净水 水贡公司必须承担很高的费用 把生水过滤并提供给用户 那用户呢? 也有责任缴付每月的水费账单 好让水贡公司支付所承担的费用 而是哪些费用呢? 来,让我说一下 1.设施建设费用 2.电费 3.化学物品费用 4.工资 5.维修费 别忘了哦 这些费用每年也在增加 所以呢 调整水费是必须的 以确保我们和子孙后代 都可以持续地享用净水